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电影金山脚 今天和大家说一部犯罪复仇电影 惩罚者 没错 就是漫威电影惩罚者 不过是2004年的电影版 电影一开始 叱咤风云的黑手当老大约翰大叔 正举办着自己的晚宴 他广交朋友 目的是为了能成为州长 而他的小儿子胡子哥 正准备和一群俄国人做交易 生意并没有得到约翰的同意 但儿子不以为然 哥哥让保镖跟着以防万一 但胡子哥却拒绝了 到了地点后 弗兰克作为中间商转差架 弗兰克夜门货后同意交易 此刻FBI的突击队 却将他们全部包围 他们第一时间打死了 转差架的中间商 双方爆发激烈的枪战 胡子哥回忆干人马 被当成打死 只留下一个小短腿 警方收网后 中间商突然从果实袋里 爬了出来 原来他就是本篇的男主 大憋屈 弗兰克大憋屈 前海军陆战队特战队员 卧底这么多年 他也终于可以攻城身退 回家带老婆孩子 大憋屈告诉老婆孩子 从今往后 他们再也不用过 四处搬家隐姓埋名的生活了 等搬到一个新地方 他们就定居下来 享受天伦之乐 但老约翰可不答应 小短腿哭蝶喊娘的求饶 那部有卧底的事 自己绝不知道 约翰没有杀他 而是立马杀了保镖 理由是保镖没有保护自己的儿子 他们立马开始着手调查 中间商的一切消息 果然一个沉迷赌博的 前特种部队战友出卖了他 安葬完儿子后 男主大憋屈的资料 被全部盛到了约翰面前 约翰立马下令杀掉大憋屈 但妻子却说 不行 还有他的家人 集权不留 手下昆廷接下命令 带着约翰的大儿子 和庶民杀手来到了这里 此刻的大憋屈正在度假 儿子还满心欢喜地 送了大憋屈一个衬衫 大憋屈非常喜欢 丝毫不知道危险正在到来 宴会之中 父亲把他带到房里 向他介绍自己收集的武器 外面突然下起一片淡雨 兵客们瞬间死的死 逃的逃 杀手直接向屋子杀来 大憋屈和父亲 拿起武器开始还击 等他们杀出来时 宴会上已是成片的尸体 大憋屈一看 我老婆孩子的 杀手却突然偷袭 父亲重伤倒地 大憋屈和杀手扭打在一起 父亲又尽最后一次力气 捅死了杀手 自己也倒地死去 妻子和儿子躲在船舱内 暂时躲过一劫 为了逃命他们准备开车逃离 杀手们在后面一路重追 大憋屈也急忙开着机车 追了上去 杀手用冲锋枪 对着妻子的车一阵扫射 汽车轮被击毁 发生了侧攀 受伤的妻子和儿子 向码头跑去 却被杀手直接开车撞死 大憋屈心都要碎了 杀手朝大憋屈开枪 但就是不举性命 等到打够了以后 他们把浑身是伤的大憋屈 拉到码头前 一枪打倒了他 然后也不管男主死没死 就开始倒汽油 男主心里那叫一个憋屈 你们专业一点好不好 你们是来杀我的 也不检查检查我死没死 杀手们倒完汽油 直接点火离去 男主直接被气冷心飞 炸到了水里 男主果然没死 还被好心人救下 但约翰高兴极了 大仇得宝 他们直接开宴会庆祝 而当年害儿子被杀的小端腿 只能变成一个活车员 每天被迫点头哈药 今天约翰十分高兴 为了安慰妻子受伤的心 给他买了最名贵的钻石耳环 几个月后 痊愈的大憋屈重新出山 妻子父母朋友全部遇害 仇人却依然潇潇洒洒 他看着儿子送给他的T恤 心里是无名的怒火 没有人比他更恨更冤 没有人比他更憋屈 苦到仇身的大憋屈 依然全然地返回了户图 租了一间房子 开展自己的复仇大计 和大憋屈住在一个居民楼里的 还有另外三个邻居 一个成熟的中年孕妇 一个满嘴钢圈的小股货仔 一个胖胖的胖叔 活受罪 邻居看着男主正在改造一辆战车 感觉这是一个狠人 夜晚大憋屈抓来了小短腿 用烟箱拷打 逼他收出了约翰的一切信息 不说就用高温枪 把他烤成牛排 小短腿吓得屁滚尿流 当即告诉了大憋屈约翰的一切 约翰和古巴人合作掌控者 这里娱乐项目的一切事业 并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洗钱 约翰一生最爱三个东西 欺负他 就是敢在大街上多看他老婆一眼 都有可能活不过明天 妻子的生活很固定 就是美容购物看电影 儿子的生活也很固定 就是吃喝玩乐找女人 第二天再接着吃喝玩乐找女人 约翰手下最信任的 还有一个人叫昆汀 这是他最好的兄弟 大逼去心想 好既然你爱钱爱兄弟爱女人 那我就先从你身边的这些人下手 让你也知道知道什么叫憋屈 他先拆了约翰儿子的墓碑 直接将席送到了约翰的高尔夫球场上 然后在每天高调露面 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我打别去 弗兰克打别去又回来了 他马上来到了约翰存钱的银行 直接让员工把五千万美金 直接从大楼上扔了下去 整个大街下了一场美金鱼 街上的群众高兴极了 疯狂抢钱 快看呀 撒毙了撒毙了 牛逼老板撒毙了 他穿着一身黑色皮 那身儿子送的惩罚者T恤 来到了保镖面前 我撒了你们老板的币 就问你服不服 保镖不服 被大别去两身撂倒霸气离去 约翰暴跳如雷 明明是儿子和昆廷一起去杀的 为什么大别去还在活着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专业呀 明显不想让男主死 开那么多枪 就是不打头 也不管男主死没死 就直接点火离去 这明显是消极代工好吗 我一个官就看着都来气 办事办彻底了行吧 而损失了五千万古巴大佬 也生气了 约翰微笑地告诉他们 这件事很快就会解决 请朋友们放心 此刻的约翰已经怒不可遏 不但被男主撒了币 还在朋友面前丢进了帘 夜晚邻居院妇的前夫来找院妇 在门前大肆撒野 大别去直接走了出来 教育了暴力的前夫哥 替院妇解了围 紧接着大别去继续着自己的计划 他潜入了约翰老婆的奔尸跑车 用里面的电话跟昆廷打了电话 威胁他有昆廷的一些私人照片 如果不想照片流露出去 就到一家酒店去找他 男主说完将约翰老婆的车 开到了那家酒店旁边 围停在路边被贴了罚单 而昆廷也来到了指定地点 却没有见到任何人 男主则将罚单取下 又将汽车开回了原地 但昆廷因为去酒店 没能准时到约翰身边 手下说昆廷好像去了酒店 约翰已经开始怀疑 到了楼下却发现 妻子和约翰有说有笑 更让他如梗在喉 此日男主大别去 在怨妇工作的餐馆里吃饭 却见了一个凶神恶煞的男人 二人一阵狠话之后 大别去知道来者不善 开车离开的路上 对方果然追了过来 但大桥却被升了起来 堵住了去路 对方直接开枪 散动被大别去的 特种战车的无形钢板拦下 大别去急忙逃生 硬是从桥面上飞窜了出去 对方继续穷追 大别去在逃亡之中 为了躲避一个小女孩 开翻在地 杀手潇洒地走来 你最好有觉悟一点 因为接下来我会发表八百字 还没说完就被男主当场反杀 我这八百字议论文还没说呢 你怎么就反杀了 改叫你挂多 晚上古巴人又在交易 单几千万现金 却突然爆炸 又是大别去干的 对方来找约翰 但约翰怒了 帮你扔了那么多钱 就失手一次 你就在我面前叫唤 不服就干 再逼逼 约翰就直接把你宰了 对方只能尴尬离去 但约翰已经对大别去恨之入骨 不惜一切代价 马上杀了他 现在知道恼火了 谁让你斩草不出干 晚上大别去正在家里别去 邻居活受罪突然找来 问能不能一起吃个饭 吃了一顿同时天涯沦落人的饭 饭后大别去回到屋里喝酒 活受罪在对面高兴的唱歌剧 一个身高占二 飙行大汗却突然起来 男主被肌肉猛男一顿暴打 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由于对方肌肉过于发达 连匕首都只能伤起皮肉 根本扎不透 何必却沈溺在美妙的意大利音乐里 毫不知道 大别去被肌肉猛男反复吊打 几乎当沙袋一样丢来丢去 男主动用手雷 却被对方直接打了回去 大别去坐进浴缸 才坐过一节 两个人继续战斗 对方直接把大别去的脑袋 塞在冰箱里用门夹 大别去想用手枪 又被对方直接用哑铃砸换 并直接把大别去扔了出去 连砖墙都能砸碎 两人直接打建了活受罪的厨房 大别去抄起滚又扑了上去 直接抱着对方从楼梯上滚下 战斗这才平息 男主也终于支撑不住昏倒在地 此刻约翰的第二部杀手来了 看到被杀的状态 杀手知道 大别去在这 怨妇带着男主藏了起来 杀手逼问大别去的下落 古货仔不说 杀手不想废话 抓住他眉毛上的铁环说道 不说就将这几个铁环 一个个扯下来 等一直扯到最后一个 古货仔也一字没说 杀手心想 看来是真不知道 否则一个小混混早就说了 等到杀手离去时 大别去问古货仔 为什么不说出来自保 古货仔忍着剧痛说 大家都是一家人 大别去心里极其感动 更加痛恨约翰一家 今晚他就要动手 让约翰一家变家不溜 他再次和昆廷打来电话 让昆廷去自己指定的地点 此刻小团腿在大别去的安排下 偷偷告诉约翰 自己发现一张法单 是约翰太太的 约翰马上知道有诈 立马来到了昆廷的家 却在昆廷的床上 发现了妻子的钻石耳环 昆廷一脸懵逼 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就死在了约翰的手下 满心愤怒的大别去 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仇人 那个出卖他的特种部队兄弟 大别去也成全了他 既然是兄弟 大别去也不难为他 要么自己自杀 替面 要么我帮你替面 对方只能自杀 大别去又解决了一个仇人 而愤怒的约翰也带着妻子 来到了高架桥上 妻子急忙解释 但约翰根本不听 直接将他从高架桥上推下 被火车活活压死 约翰回到家中 气还没消 南主已经全副武装的袭来 一个宝贝还没反应 就被遗解封口 南主一边经常 一边安装炸点 直接将约翰的大厅炸得稀来 手下与大别去发生激烈的枪战 被火挡杀伏的大别去 全部解决 约翰落荒而逃 大别去看到约翰的儿子 被爆炸卡在了桌子里面 给了他一个手雷 牵引环用绳子掉在空中 让儿子用手接住 你要是累了 一撑不住 手雷就会立马爆炸 用手接 我不接 我只要不接 南主续子一直拿着 这样整的不就是南主吗 南主你要是累了 你也得死 大不了一起死 但儿子接了 果然南主刚走出大门 就听到了一声惨叫和爆炸 大别去告诉约翰 你儿子死了 而且你刚刚杀了 自己最好的兄弟和最爱的人 一切都是南主的计划 约翰一身死伤 听到这一切后 直接崩溃 大别去也没说什么 直接将约翰捆在汽车后面拖行 一路拖到了停车场 直接爆炸 巨大的火焰在停车场 烧出了一个呼噜头 正是大别去的儿子 送给他的那个标志 复仇成功的大别去送给了邻居 一大笔钱 自己消失不见 从此以后 他继续伸张正义 杀进天下无恶不作 欺世灭族无情无依的 邪灵之人 他就是专程不公的 惩罚者 以后谁也不准再叫我大别去 我叫惩罚者 电影结束 好了 以上就是电影 惩罚者的故事 这里是电影金山脚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 别去电影 愿点赞的人 生活都能少一点别去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